今天这期是792的后续 喝过糖水的那几颗到现在也有一个月了 竹根来看一下 这个根长长了不少 这个没有什么变化,没有长新根 而这个烂掉一片叶子 再看看育苗瓶 哇,这个花苞可长大了很多 这些被剪下来育苗的老花梗 没有根,没有叶 所以它的能量不是很充足 少少的喷了点糖水 这个花苞长起来了 后面那个花苞虽然没有长起来 但是看上去也很精神 在过去的一个月 我原本计划每周喷一次糖水 但确实没有做到 一共只喷了两次糖水 这两次间隔一个多星期 这就是糖水使用的结果 结论就是糖水还是有些好处的 但是它也不是神样 该救不过来的还是救不过来 看着这些催苗催出来的测花枝 我有了一个新的想法 这些测花枝上也有休眠芽 我如果给它们某些催芽剂 是不是有可能触苗呢 我觉得挺有可能的 不过这件事我要等到夏天 温度高了之后再做 触苗的概率会大一些 之前催芽如果催出来的是花 我通常是掐掉 让它重新再触一次 现在我忽然觉得让它长也不错 只要它能够保持这个活力 等它温度合适的时候 再用新的休眠芽 重新催一次 岂不是更好吗 这两个测花枝 都是插到育苗瓶里之后 才长出来的 非常有活力 还记得前几天 曾经说过根部的共生菌 这个育苗瓶里可能不是那种根部的共生菌 不过一定有很多好的菌在这 因为我发现插到这个瓶子里的比较健康 从这个瓶里曾经出去过好几个小苗 这也是其中一个 但这个看来是活不成了 这些很小长得也很慢 折损率比较高的时段是冬季 可能因为太冷了 它们有点受不了 现在温度好了 回头我也给它们试点糖水